这个视频我来讲讲天然放射现象 1896年,法国物理学家贝克勒尔发现 含油盐的矿物能使被黑纸包围的底片感光 于是他提出,油盐可以发出一种穿透力很强的射线 这种射线不是Rx射线 另外,所有油盐都会发出这种射线 这是油原子本身的性质 后来,朱利夫妇对这个现象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 并最早提出了放射性这个概念 他们发现,油的放射性强度只与油的含量成正比 与化合物种类无关 也与外界的光照、加热和通电等因素无关 后来,朱利夫人又从历清中分离出两种新的放射性物质 分别命名为泼和雷 他们的放射性比油还要强很多很多 凭借着诸多杰出的科研成果 朱利夫人两错的诺贝尔奖为后世所传送 再后来,科学家们不断完善和总结与放射性有关的概念 现在咱把物质发射射线的性质称为放射性 把具有放射性的元素称为放射性元素 放射性并不是少数元素的专利 所有原子叙述大于等于83的元素 以及部分原子叙述小于83的元素都具有放射性 咱还把放射性元素自发的发出射线的现象 称为天然放射现象 概念就讲到这儿 我再补充两句 通过对天然放射现象的研究 人们意识到原子核也是具有结构的 其内部发生的变化才是产生放射性的原因 后来,科学家发现 原子核有更加基本的粒子促成 也就是质子和中子 除此之外 科学史上相关的重要实验和结论还有两个 最早的是证明原子具有结构 它是通过阴基射线的实验证明的 人们由此知道原子内部存在电子 再往后,是原子具有核式结构 是卢瑟福的阿尔法粒子散射实验 证明了原子由原子核与核外电子组成 总之,你要把这三个实验与其对应的结论分辨清楚 好了,就讲这么多 现在你快刷题去吧 экспер pasado 2o个优优独播 每周都是在拝职的